音乐 音乐 所谓言之如 而不可闻于人这也 而奈行荣破路之 在厚道迹上 音之随君 这个一段已经把这个卧座都给我们说出来了 古人常说 人非甚险 数能无辜 那诗问我 世间人 别说我们这个世界 六道众生 包括到天道 都很是凡夫 尽死烦恼没断 哪一个人没过世 谁没有私隐呢 所以说 揭露别人的丑行 私隐 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 一般讲呢 最伤感情的事情 丧失自己的厚道 丧失自己的应得 而给人 借下了 深仇 大恨 这个我们要知道 言语上人 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 借下来 深仇 大恨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世间从前多数人知道 都能够谨守 古德讲 修贤人 最大的忌讳 就是设别人的好仇 乃知一切誓死 与自己不相干的 口不可说 心不可思 但口舍心思 便是 魅了自己 这个魅了 魅了自己的良心 后面说的好 若转修炼 横手其过 哪得有功夫 管他家物理寺 这就是六祖 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是见过 他不是没有眼睛的 不是看不见的 没有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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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别人的过时 自己一生罪孽 一生过时 改过自新 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 管别人的事情 所以一个修行人 在一生当中 道业有没有成就 这是个关键 喜欢 喜欢设别人过时 喜欢打听别人过时 这种人 决定不是修行人 这种人 决定是三徒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 在六道里头 将来的前途如何 自己心里比什么都清楚 比什么都明白 过去有人问我 说我会不会堕地狱 我回答他 这个话都别问我 你自己好好捡点捡点 就知道 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我们死了以后 往哪里去 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 黄泉路上无老少 尤其现在世间灾难很多 你看最近台湾的地震 几秒钟的时间 一家人都不见 我们看到 还不能警惕 随印族 指示人 大众 学佛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 常常要问问自己 怎么办 要真干 我们是在讲 很想真干 为什么自己毛病兮兮 改不过来 不是不想改 真想改 我们在大成经念的很多 仔细思维 改不过来是文经太少 我们文化的时间太少了 我们看看 祝福的净土 世尊给我们说的 那个社会是 人人 彼此互相赞叹 没有攻击别人 我们再看看 基督教 天主教的经典 他们经典里面 所形容的天堂 也是一片赞美的印象 没有毁谤 没有攻击 值得我们生死 值得我们反省 所以这两句教训 我们要常常记住 决定不能犯 如果犯了这个过失 念佛绝定不能往生 为什么 你是恶人 极乐世界 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你虽然念佛 念得很不错 念得很多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二十万声佛号 但是你心窝 你的心为窝 往生进途的条件 心进这幅途径 心的慧悟 不能往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